上週末 救急會在新竹棒球場 舉行了相當溫馨的東令慰問活動 就是要讓弱勢族群有個溫暖的好年 特別募集到了800份的日用品 也在活動現場準備熱食 救急會理事長黃冠銘表示 能幫助到有需要的民眾 這就夠了 新竹市救急會按照過去40年以來的往例 我們在新竹市棒球場 舉行東令慰問的活動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們準備了800份的物資 那這個物資呢 包含每一個需要幫助的朋友 都能夠有的生活用品 舉凡是白米 拉麵 還有一些生活日用品等等 那麼另外呢 我們現場也準備了 大約差不多1000人份的餐食熱飲 那麼讓所有這些需要幫助的朋友們 除了能夠得到一些物資 能夠過個好年之外 另外呢 也能夠讓他在現場 能夠吃一點 這個我們的愛心餐 那麼暖暖大家的胃 救急會連續40年舉辦的東令慰問活動 雖然今年碰上寒流 甚至平地下雪 但仍交不惜他們對於關懷弱勢族群的熱血 整個活動在溫馨且有秩序的情況下圓滿落幕 也讓大家體會到台灣的人情味與溫暖 凱博新竹承諾宜紅採訪報導